幫忙 你為什麼會被這樣弄 康康你剛剛有點出一個重點 什麼 因為其實也是將近 快兩年的時間 中間就是分分合合很多次 那有時候是對方講 那有時候又換我講 那當然最後一次是我提的嘛 可是我覺得那個中間會有一點 你那個是純不甘心 對 我也覺得是你甘心 不甘心不放 所以是被冷落 你剛剛 郭馨你剛剛說 你有 他有提過要分手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要呢 沒有 就分太多次 答應太快了 我覺得我們在好 只是要跟周座做了一件 這樣也不行 而且想要分 其實我們要分 好 分現在 沒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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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甘心 我覺得他不甘心 我個人覺得是有點不甘心的成分在 不甘心 那班傑你覺得 這個很簡單嘛 他是缺附愛 因為其實我跟他 缺附愛 我交往沒有個月 我覺得你對人家的詮釋 好奇妙耶 因為 沒事是好 沒有看過他的父親一次面 所以我就覺得他對他的父親有一些 沒有安全感 期待 對 所以沒有安全感 這個就投資在所有男生身上 不是 他跟你年紀差幾歲 他小我大概四歲 四歲 那我是不想分啊 對不對 我剛出道 要有地方住啊 好賤 這個好難 這根本就是一個渣男的故事 好難 在那邊支持你 渣男的 真的 好難喔 無殼蝸牛的心 所以我很想要幫你講好話 不知道怎麼講耶 所以我怎麼可能會在外面幹嘛 你根本就是 不是無殼蝸 我又寄居蟹 對啦 你們這樣講都對 寄居蟹怎麼沒事會自己把殼丟掉 對啊 當他沒有另外一個殼之前 他還是會先 對不對 先守住 所以他當時如果沒有被 劇組封殺 他就可以睡在攝影棚 你就可以同意分手對不對 對 如果有地方住的話 對不對 同意啊 你很放心 家瑋走到哪裡去啦 我們棚裡面還有洗澡的地方 對對不對 什麼都有 很當時 而且現在連續去的這個家 帶朋友來 我家算搭住 賞幾支碼頭不能散 賞幾支碼頭不能散 廁所到外面 對 好 那OK 那要問你們一個連串的問題 當然經過這一次 這次是蠻恐怖的 對大家的回憶都不好 那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第一個 你之後在經營感情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所顧忌 或者是 有所收斂 或者是有疙瘩 二 要怎麼樣防範這件事情 再度發生 被他去香港 連轉機都不下機 對 這要被你轉香港 你不給我面子 你不知道我在香港出事嗎 你有沒有疙瘩 會不會覺得 哇怎麼會這樣啊 會啊 對感情的不信任 呃 不能說完全不信任 只是說我現在對於 呃 女生啦或者是說還沒有穩定的時候 我會 先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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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五折 五折以上 就先先一半吧 好細心 然後再要冷靜的去分析說 欸 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 不能因為太慌 對不會說 或者說不會太突然之間 把所有感情一次投下去 不會太感情用事 對 那你有什麼防範措施 結紮 對啊 這樣就不會當他殺人兇手 我覺得 呃 不要太省啦 買好一點的那個安全措施 對 套子買好一點 對 之前都是用保鮮膜 之前有一些過期啦 就是保鮮膜 所以說 所以還多的還是會有點影響 對 那這個 OK整個 發生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很可怕的 對 你大概 多長的時間 才稍微釋懷一點 半年吧 半年到九個月吧 才認為說 可以再站起來 我說 不是 人整個重新站起來 因為你一定會舉高 重新開始 其實 一直都可以站起來啦 只是說到現在其實 差不多有十幾年 不過我到今天我還是會有 為什麼 不好的回憶 對 不好的回憶 你是覺得那個事件被欺負了 對不對 對 因為這是關 人命 跟人命有關 對 跟人命有關 雖然說不是我的 青森骨肉 不過 是我帶他去做的 對 對 又被他重來 對 還是有那張手 可是你還是要去 找師傅看一下 對 有沒有覺得肩膀重重 還好 還好 他處理過 他很厲害 那 有經驗 藍波你覺得 我覺得很簡單 我現在的 我那一次的經驗之後 我發現就是很簡單 男生跟女生 盡量不要在同一家公司 不要跟同一家公司 我們不要辦公室練 千萬不要 可是忍不住怎麼辦 忍不住的話 就想辦法 你跟我插水間 藍波都插水間啊 沒有 我覺得其實男生女生 很容易因為情緒的問題 影響到工作 例如說 可能 例如說像 因為分手之後 他同一間上班 他就跟老闆告密 說你現在 你工作的時候偷摸魚 這種東西都會一直有 所以我會覺得 對於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 男生跟女生還是 不要同一個行業 甚至連同一個行業都不要 盡量不要 因為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 你聊的可能在工作上 也會有衝突 然後例如說 也許你在私底下 感情沒有很好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工作 會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包括做演員都會 會 而且如果我們男生是演藝圈的 更辛苦 對 對不對 因為男生是演藝圈 我們在明嘛 對 如果對方他是一般行業的 他真的要弄你很容易的 對 而且說實在一點 例如說 同樣的職業的時候 或同一個辦公室的時候 例如說誰升千塊 誰薪水高就有差別 誰被重視 尤其是男生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的談戀愛對方 一定是女的嘛 對 老闆大部分都男的嘛 對 他升千一定比你快 是真的 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在辦公室裡面來講 尤其這種工作來講 基本上女生很受寵 當然 因為老闆是男的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長那樣啊 怎麼會受寵 我們是沒有啦 我們叫實力的 我們很努力工作的 對 我的意思說你就是屬於那種 刻苦耐勞 是的 幹死幹死 那你是因為 後來這個事情才改 航跳舞是不是 對 其實說實在 因為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以你改航跳舞 對 因為我這樣就是 發現我不能走 就辭職然後回身這樣 沒有 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我發現說 其實 剛好我會的東西 剛好就是舞蹈 所以因為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那我不要再走這樣的東西 對 回歸單純 而且千萬不要在 自己親戚的公司工作 我覺得 這是真的 因為這件事情導致連 不要說說 損失了一個女朋友 損失了一整個親戚 整個家族的性格 他都會傳啊 不要跟親戚的公司上班 甚至於不要跟親戚合之做生意 而且說實在 而且那有大概十年之內 十年之內 只要是家族的聚會 不來往 或者聽都會 都會聽到 我是看你 我就看 他都稍微講一下 你準備跳多久 你這樣跳 你有體力限制啊 你這樣準備跳 其實這句話 聽起來好像關心 實際上是覺得你在刀你 你這樣跳是要跳多久 你有什麼前途啊 對 就是這樣 我在貨物公司有個朋友 你要不要去那邊啊 會 他會說 我們現在剛好那個誰 有缺一個工作 你要不要試試看 有有 所以就跳這種 其實很刀啊 他說他只做警衛 我只做警衛 我看起來有那麼能熬夜嗎 不是 我刀回去 我只做警衛 其實那時候 其實心裡是滿受挫的 因為覺得因為一個女生 然後因為整個家族 家族完之後 口碑這樣子 我們以前 剛開始在演一篇演戲 你們能演出久 對 好酸喔 對啊 這句話大概聽到六萬遍 你還是要找個正職吧 對啊 到現在 有時候只是在家裡休息 你現在沒有事 人家都在上班 你都可以在家裡 很酸喔 二十幾歲就說 前女友中下的陰霾 讓大愷精神分裂 你當初這麼訓練 你那個女人 就被這樣弄 就人性格露皮 你真的想不到 而且我事後不是對 只有單純對女生 我對人性很失望 就是只要有人 有任何人想要靠近我的電腦 3C類產品 我都會 就吹嚇到 對 差一句 比如說我經紀人 我錄影手機交給他 他的密碼 我的密碼 我是不會讓他知道的 拿鐵鏈 拿個盒子 拿個盒子